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种种诱人食欲的街巷美味 撩拨着我们的味蕾 海鲜大餐 香辣小炒 烧烤美味 它们不仅是餐桌上的刚需 更是一种情感寄托 讲述着人与食物之间不解的情缘 在福建沿海小城赵安 当地人的餐桌是无仙不欢 用高肥黄满的螃蟹蒸米饭 这里藏着怎样的吃鲜秘籍 吃大炸蟹的话 这一块可能就是已经占到一大部分 在河湖纵横的江苏富宁 当地人用水牛角 水牛杂轰炸味蕾 江南人能将牛吃出什么独特风格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 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 在天山脚下的绿洲小城 新疆星河 当地人不仅用热情的歌舞来营造就餐的气氛 更有极具风情的烤鱼大餐坐镇餐桌 一条鱼为何要经历柴火和炭火的双重烤制 是甜的 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街巷美味吧 赵安县 福建省漳州市的一座沿海小城 这里地处敏月两地交界处 融会了两省美味之长 丰富的水产让当地人对食材的烹制颇为用心 一些民间高手更是掌握着精湛的烹线手艺 陈青松极限运动爱好者 他在村子里组织了一支长跑队 带着志同道合的村民锻炼身体 陈大哥不仅运动能力强 还是村里的厨艺高手 而他最擅长烹制的食材就是自家蟹糖养殖的青蟹 下面应该就有个笼子 是不是 对对对 大概这个笼子您是什么时候下来去的 昨天晚上 一般是晚上下是吗 对对对 看看有没有 哦 有哎 这个螃蟹可是够大的 我们这个村子里面这个青蟹是比较好一点 你看它那个钳子特别饱满 是不是 青蟹是梭子蟹科 青蟹属动物 它们喜欢咒服夜出 在海区沿岸生活 陈大哥告诉我 青蟹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海鲜 而且有一种极品青蟹更为珍贵 那又会是什么样的螃蟹呢 哎大哥 您说这个青蟹中的极品 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 那个是叫红蟹才叫极品 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螃蟹才能叫做红蟹呢 就是它那个高的饱满度 就是占壳 占到这个够不够那个边角 那正常就是要饱满度达到90%以上了 才算是红蟹 你先看这个后蟹盖这块 这有点要那种胀出来的那种颜色 颜色也有点出来了 对对对 那如果你想要看得再神细一点 就用手电筒再照一下 这样能看得出来 这样就能看出来 真是这个边上它是那种 不太透练了啊 对对对 已经到这个边角这儿都已经快塞满了 是不是 高肥黄满是红蟹的一大特征 陈大哥告诉我 红蟹一般是指经过交配的母蟹 达不到红蟹标准的青蟹 则被当地人称作菜蟹 葱 蒜 辣椒铺底 菜蟹一分两半 把整口砂锅摆得满满当当 盖上盖子加热 不一会儿菜蟹已经在砂锅中飘散着香气 干锅菜蟹是赵安人的家常味道 那么陈大哥会用什么方式来烹制珍贵的红蟹呢 大哥 咱们不是要做螃蟹吗 但是我看了半天啊 这个样子好像是要做这个炒饭啊 螃蟹先冻着 就是怕它那个脂爪待会会脱掉 就是那个脚啊那钳子怕它掉下来 所以咱们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我们做这个红蟹饭 红蟹饭 那意思是不是把这个螃蟹跟这些料 还有米一起炒呢 不是不是 我们这些配料先炒一下 米饭我们等到蒸到这个七八成熟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些炒好的料盖上去 再加这个红蟹再盖在上面 红蟹饭是很多赵安人 对家乡味道的认知 出于对鲜味的追求和喜爱 他们竟然要在米饭上加个螃蟹 肉和香菇先下锅炒出香味 各种蔬菜紧随其后 不仅增添丰富的味道 也让色彩更加赏心悦目 陈大哥使用鲜米来制作红蟹饭 煎米中直炼淀粉含量较高 因此煮出来的米饭干爽松散 符合赵安人对吃米饭颗粒分明的要求 饭焖到八成熟 五彩缤纷的配料在饭上铺开一层 就在这时经过冷冻的红蟹 终于来到了砧板上 这上面全是膏是吗 对对对 你可以看到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里头真的是非常饱满 满满的都是 还有这上面的都是 大哥咱们这处理红蟹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像它这个边边角角这些 我们待会清洗的话 也要把它清洗干净 大哥咱们清洗的时候 这个膏会不会被冲走 不会不会 基本上它的弹性跟这个粘贴度都很好 粘贴度都非常好 不愧是以蟹黄蟹膏的饱满度取胜的红蟹 红蟹就像用胶水粘在了蟹壳上 浓稠而绵密 改成四大块 切成四块的红蟹 依次放到八成熟的米饭上 红膏在高温中迅速凝固 渗出的汁水被下面的配料与米饭全部吸收 村里长跑队的队员 似乎闻到了队长家飘出来的香味 已经坐等美味上桌了 这都是我们这个跑团的 也都是本村的 新生面貌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对对对 咱像红蟹换先来吃一下看看 对啊 再查了半天了都已经 大哥把这个盖都给我 越嚼越香 香啊 而且是那种沙沙的口感 你们平时都喜欢怎么吃这螃蟹 我都爱吃 都爱吃 这些大哥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 但训练的时候就会凑到一起 开开心心地吃上一顿队长做的螃蟹大餐 这一口鲜美至极的红蟹饭 就是运动之后的能量补充和愉悦地享受了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 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 富宁县位于江苏省延城市西北部 几经沧海桑田 万年时光将这里雕琢成和湖纵横 摊档成片 沼泽遍布的荡区风貌 作为著名的怀剧之乡 每到节假日 县里的戏曲表演队就会下乡演出 孙成浪和董燕燕 不会错过任何一场白蛇传 你们俩还挺浪漫啊 一起来这样怀剧 人家一般都是可能看着电影啊 像画质什么的 能听懂吗 听得懂 他其实旁边还有剧目 小时候也看过这样的电视剧 是吧 看着做 董燕燕从西北戈壁远嫁到江南水乡 丈夫孙成浪对她是无微不至 夫妻俩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小餐馆 燕燕喜欢吃辣 嘴巴还很刁钻 无时无刻不再激发厨师丈夫的烹饪小宇宙 那么 善于烹鲜的江南人 会做出怎样的热辣美食呢 其实一看这个牛角啊 我就知道了 这是水牛是不是 对对对 它这个牛角比较扁 然后比较长 而且有那种平行的那个纹是不是 对对 水牛它花牛家就小了 水牛肉是赋宁人餐桌上的主要肉类食材 既能提供能量 还能驱失消渴 那么 孙成浪烹制水牛肉 会有哪些独特的选牛讲究呢 三四年的女就好吃了 三四年的就可以了 您能教教我 这是怎么判断这个牛长几年了 看它高 它如果说年龄一大的话 它高一大 它就稍微一动 哦 年龄越大 小越大 对对对 牛肉的话 在我们这里一老它也好吃 在孙成浪看来 水牛肉纤维比较粗糙 在处理时就得有技巧 将水牛肉切成小块 用木棒反复锤打 把粗糙的牛肉纤维敲散 敲松 再敲出白色筋膜 团成肉圆 下锅窜熟 清汤牛肉丸 口感弹牙 除了牛肉 水牛身上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 绝对能成为孙成浪烹牛的亮点 大哥你还准备了这个牛角啊 真是好久不见了 之前我也尝过啊 吃的就是中间这层白的 像橙质似的 像皮的那种口味 特别沉 所以还是挺有吃头的 但是这个牛角这么硬啊 怎么清洗它呢 用我的钢刷 只有钢丝这个硬度 才能够把牛角缝里的那些脏物给它去掉 去除掉 是不是啊 特别硬很结实啊 嗯 抓的时候就把这个上面的污渍都去除干净了 对 你看这水里一下就变色了 牛角看似坚不可摧 但里面却是由空腔结构的骨心构成 孙成朗说 要想把脚心肉取出来 就要在水里炖煮两小时 然而这个水牛角长约30厘米 还如何才能从这么长 这么硬的水牛角里 完整取出脚心肉呢 就是你看明显是收缩了 这骨头都出来了是不是 对 那下一步咱们怎么把这个壳去掉 把这个里面的肉取出来呢 先用那个刀背 先在上面撬 敲一下 先让它松一下 松一下 然后我们就刀的呢 刀尖 刀尖 把它旁边就粘在一起的 把它划开就行了 就稍微往里深一点是吧 对对对 其实它基本上已经 我感觉你刚刚一拍它已经 你看这明显是 已经立过了 对对对 这其实你刷出来 哦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啊 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 其实这个壳很沉啊 脱掉这个厚厚的壳之后 你看里面啊 基本上是胶质为主 对对对 胶质然后你看就是非常有弹性的 这一摸是特别粘手的那种是吧 但其实这样闻起来啊 就是它那个山味还是挺重的 那咱们这边吃的话 怎么才会没有这山味呢 我会浇一个香辣汁上面 水牛角的角心肉是满满的椒原蛋白 虽然丰富但兴山味重 孙成浪选择用皮线豆瓣和干辣椒 炒制香辣料汁 用刺激的口味平衡角心肉的兴山 为了讨妻子欢心 吃得过瘾 孙成浪集齐了水牛的四个胃 牛肠 牛腥和牛肝 它又会如何烹制这些腥味十足的食材呢 水牛的牛杂应该跟黄牛来说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这个毛肚的那 这个上面的这个 这个条 尖是吧 比这个黄牛的要大 要粗 它也比较厚 老牛毛肚的壁的厚的呢 它吃嘴里面更有矫健 更脆 所以其实口感是来自这层厚厚的壁 是不是 对对 作为反厨动物 牛有四个胃 孙成浪所说的毛肚就是牛的第一个胃 流胃 是暂存食物的地方 它表面的凸起越长 胃壁就越厚 口感就越好 不过对这个部位的处理 孙成浪有着严格的要求 反面还有这个油 就直接用手吃就可以了 哦 还真的是挺厚一层啊 所以必须得把这层这个油给它撕掉 是吧 这个上面油不处理干净的 上面会更腥 这上面也附着了很多脏的东西 撕去胃壁上的黏膜 毛肚下锅焯水 然后用刀刮去表面腥臭的黑色黏膜 直到一块酷似洁白毛巾的毛肚出现 对牛杂爱好者来说 总会对某一种偏爱有加 网味 俗称金钱肚 广东人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部位 用刀刮去表面异物 放在清汤里炖熟 金钱肚清爽脆韧 略带嚼劲 虫拌胃也叫千层肚或牛柏叶 需要反复清洗去掉表面粘液 这个部位在川鱼地区是抢手货 是麻辣火锅不可或缺的经典蒜品 当成千上万的小突起挂满了汤汁 入口后便迎来一股汁水的热浪和满口的脆爽 相比清炖和蒜烫 傅宁人更喜欢用包仔来炖煮一锅牛杂 孙成浪将牛杂都切成宽窄一致的细条 虽然都经过仔细反复清洗 但要把它们做成美味 就还得加点特殊的猛料 那会是什么呢 我也是姜醋人 反正我们这边吃辣的不太行 咱这人还挺多吃辣 吃辣还可以 主要是吃气比较重 水多 所以等于是用辣椒 去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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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湿 是不是 对 你看有辣椒还有姜和蒜 它们这比例有没有讲究呢 比例正常是两斤辣椒 放半斤大蒜子 放半斤生姜 咱们这个会很辣吗 我们这个会很辣很咸 咸辣 就是生的那种辣 生的辣 对 众所周知 辣椒向来是云贵川鱼等地的人们离不开的调料 辣椒也可以泡椒 瓷巴辣椒 辣椒油 辣椒末 皮线豆瓣等多种形式融入人们的餐桌 傅宁人身处潮湿环境 因为对驱寒厨师有诉求 所以接纳了这种辛辣刺激的味道 辣椒酱也就成为当地家家户户必备的日常调料 那么孙成浪会如何用辣椒来烹制牛杂呢 就是把这个牛杂先煸干 煸出它的鲜香味 其实它就煸干的同时就跟着水分一起走了 对对 其实现在是能闻到的 然后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两三分钟 这么快啊 然后您说咱们要移到小包里头去 对 为了给牛杂去腥入味 孙成浪使出了连环加辣椒的调味方式 先加皮线豆瓣增加红量色泽 再放自制辣椒酱增加辣度 最后再撒少量的干辣椒和陈皮提香 在三种不同辣味的助攻下 一锅红润油亮的牛杂散发出喷香气味 加水炖煮烧开后 就要换到用豆芽铺底的沙包里继续包制 经过时间的打磨 牛杂包里的每一种食材 都被浓郁的辣味汤汁裹满 爽脆与辛辣并存 大菜来了 尝尝呗 你也尝尝 好好好 怎么样这个牛角 有没有给你惊喜 有惊喜 因为这个牛角我也是第一次吃 吃到嘴里它是辣辣的 胶原蛋白满满的 它做的菜我真的挺喜欢吃的 因为我就是它的试菜员 它每做一道菜就是我先尝一下 你说可以 那这道菜可能就能在饭店推出了 我们基本上夫妻店这个是的 只要我们三楼的灯亮着 客人就知道我们在店里 我们就会进来可以吃到美味可可的菜肴 在妻子的监督下 孙成浪的厨艺长进飞快 无论是香辣的绞心肉 还是鲜辣的牛杂包 都是夫妻俩为食客准备的美味佳肴 随时来 随时吃 餐馆虽小 但温暖无限 这里有巍峨壮美的风景 这里有能歌善舞的人们 这里就是新疆 一片集合了美景与美食的热土 新河县隶属阿克苏地区 是天山脚下的绿洲小城 古时候 这里曾是古秋磁国的繁华之地 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天山的冰川溶水给新河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 大大小小的水库 犹如宝石 镶嵌在沙漠之中 那么 在这样独特的环境中 究竟会有什么渔货呢 那边是进水口 进水口 鱼比较多的地方 就是水流比较急的地方 鱼会多一点 是吗 所以到进水口那 因为喜欢捕鱼 艾科热目玉苏普 从网上自学了很多捕鱼方法 上船前你也没告诉我 我有这个掌握方向这个任务 我这行吗 这可以 可以 可以啊 在我们三个人的配合下 五十米的沾网顺利下水 这一网究竟能捕到什么鱼呢 这是鲁鱼是不是 一二三四五 捕到黑嘛 对 你看在这周围都是沙漠的这样一个地方 能出来这么一条鱼 还是真的挺让人欣喜的 五道黑是河鲁的俗称 鱼身上有五条黑色斑纹 艾科热目说 因为水温低 所以这里的鱼生长十分缓慢 新河人喜欢用五道黑制作红烧鱼 先用油把鱼炸酥 再用辣椒酱 葱段 蒜末一起炒香做底味 加水后放入炸酥的鱼 让它们吸饱汤汁 家常红烧鱼味道浓郁 是一道下饭好菜 随着不断拉网 大鲤鱼也现身了 这是当地人制作烤鱼的好选择 芒利克米吉提生安烤鱼之道 只见他准备好鱼叉后 又点燃了一堆篝火 直径约130厘米的圆形烤架颇具气势 这究竟是哪种烤鱼方式呢 这个架子就没见过像那种篝火似的 那咱们这个鱼怎么个烤法呢 先把圈起来 然后再挂上 就一个个架子上面是要 是要把这个架子织上是吗 对 这种烤法我还是投一回信 其实它那个肚子开完刀 但是那个背部这儿 要给它划开一下是吧 将鱼从腹部开刀 能保持平整造型 方便后续穿在铁叉上进行烤制 芒利克大哥先将鱼放进盐水中入底味 同时他又用辣椒酱 辣椒油 十三香 孜然粉和盐调制了抹料 为了让鱼肉在烤制过程中均匀成熟 他又在鱼身上打下了宽度一致的花刀 穿上铁叉后 要在正反两面均匀涂抹腌料 刀口缝隙里也要照顾到 那么这些鱼要如何放在 这个圆形的大烤架上呢 我要放到哪个位置 要隔开点吧 这里 好 大哥 咱们为什么要把鱼这样立起来 架到这边上这么烤 烤干 把鱼里面的蓄 蓄掉 在那个炉子上再烤 就在炉子上 烤炉上再烤 这只是第一步去水分 要让它变得更干一点 为什么要给它变得更干一点 直接烤不行吗 如果直接把这个 签在那个烤炉上面烤 然后再拿过来的话 它里面是软软的那种 有点腥味 古力是当地的美食爱好者 他告诉我 早年间人们补上鱼 就会架起一堆篝火来烤鱼 除了果腹 这种方法能将鱼肉的水分烤干 方便保存 芒利克大哥说 烤制约40分钟 鱼肉中一半的水分 就会被烤出来 在等待的过程中 他又将另一条鱼 切成大块 然后用鸡蛋和面粉调了个糊 这又是要做哪种鱼窑呢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 就是如果说来新疆 可能吃这个牛羊肉会多一点 很难想到 这边居然吃那么多鱼 一般就是我们 就是巴杂天的时候 在那边吃炸出来的鱼 家里做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就炖就比较多一点 就在家里会炖鱼 对对 相对于牛羊肉来说 你们觉得这个鱼是什么味道 就会怎么 甜 是甜的 又软又甜 新河人吃鱼 对口感有自己的要求 烤鱼要吃其干香 炸鱼就要吃其水嫩 在蛋糊的保护下 炸鱼鲜嫩多汁 芒利克大哥说 油炸大约20分钟 等待糊变成成色的硬壳 就说明里面的鱼肉已经熟透了 撒上辣椒粉 炸鱼外酥里嫩 鱼肉鲜甜 此时圆形烤架上的鱼已经变干 接下来 他们就要转到炭火烤炉上 继续烤制 这第二道烤制又有什么讲究呢 好了 现在咱们这烤鱼已经从这个圆的烤架上 转移到咱们这个长烤架上了 不过刚刚那个呢 只是把它的水分烤掉了一半 现在看起来 你看干干的 这个尾巴都感觉翘起来了 是吧 差一点 椒盐 椒盐 然后再差一点自然 自然 必不可少的 刷油能给干香的鱼肉带来恰到好处的油润 每隔两分钟翻面 让鱼肉均匀受热 最后撒上葱蒜末 让烤鱼有了一丝小清新的气质 当地人的烤鱼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你们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香香的 干干的那种味道 是吗 对 除了牛羊肉 鲜美的鱼窑 也是新河人餐桌上的常客 经过两次活好的鱼肉 味道干香 口感筋道 无论是捕鱼的艾克热木 还是烤鱼的盲利克 都让常见的鲤鱼有了新疆味道 从沿海小城赵安 到江南水乡富宁 再到沙漠绿洲新河 不同地方的人们都在用心烹调着美味 陈青松在细心照料自家的蟹糖 无论是干锅菜巡还是红巡饭 都是海边居民的家常鲜味大餐 孙成浪和妻子董燕燕用爱经营着夫妻小店 让每一位顾客都能随时吃上可口的饭菜 芒利克用圆形烤架和长形烤炉 制作出美味的烤鱼大餐 让味蕾感受到狂欢 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 用丰富的物产 烹制出一道道诱人的街巷美食 为生活送上一份惬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